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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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超級巨星3到現在 總共十一年時間 其實中間有很多很深刻的事情 或者有很多經歷 有高有低 其實我只要抽一件事去講的話 可能就是入行中間五年後的轉捩點 因為入行五年後 正式簽了唱片公司 再去做一個歌手 擁有自己的第一首歌 那種感覺和時刻 我覺得是最難忘的 其實除了唱歌之外 也有拍劇 其實在這麼多角色裡面 我自己最喜歡的 應該就是何摩的李宗盛 因為這個角色 真的 自己首先覺得她很有趣 很喜歡那套戲服 還有我覺得李宗盛的性格 跟我很相似 因為又單純又可愛 然後 對不起 其實我是很喜歡演她的角色 因為好像進入了一個小朋友的世界 所以去到拍攝的最後一天 其實自己很不捨得去除了那件戲服 所以希望接下來 都會有機會可以開韓馬的衣服 或者有一些類似的角色 我都會很喜歡去演的 來年底 就會再次舉行我延了期的演唱會 其實現在都準備著流程 以及裡面的內容 我自己都很希望 除了一些平時的抒情歌 都可以帶到另一面的自己給大家看 因為在台上我真的很少去跳舞 所以我希望有一部分環節 可以和大家一起勁歌熱舞 而另外嘉賓方面 都一定會邀請一些圈中的好友 但現在暫時還未透露得住 是哪一位 希望大家到時來支持我的演唱會 在演唱會之前 都很希望可以籌備多一隻碟 而在演唱會上又可以賣這隻碟 大家來支持我演唱會之餘 亦都可以帶回家 簡約生活 自活不乏 崇尚為簡 Hello 大家好 我是譚家儀 我是譚家儀 在演唱會上 為一個很明顯 既然會有很多 我會想找你 我有一個好友 我們會想找你 你的這隻碟 在演唱會上 我自己的樣子 把所有人 可以找你 我可以找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